HELLO腾讯视频腾讯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时髦额精选新推官成销 很荣幸受到Fendi的邀请来看 2023春夏的一个走秀活动 还是很期待有一些新的设计 然后很期待在现场会被中炒多少新的单品 今天还是以比较青春休闲为主 然后选的是一身牛仔的套装 然后上面有Fendi的一些小标志的点缀 我觉得Fendi在我心中还是比较优雅 然后非常高级 最近出的这几季的新款 然后也有一些少女的感觉在里面 我推荐我身边的这个Pikapu Petite系列 然后它也是新出的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包包 然后非常适合我们亚洲的女孩子 就是这个大小 像一些正式的场合就可以手拎 然后休闲一点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斜跨它 Fendi 2022的春夏好像是有一个 它的主题是那种复古Disco为主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系列里面都蛮多很合适的 然后可能它有一套全身都是流速的一条裙子 就是在舞台上应该还蛮合适的 因为我之前拍了Fendi就是Pikapu ICU的广告嘛 然后我觉得现在它的风格也越来越多变 然后越来越百变了 然后越来越有一种女性不应该被定义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本身什么样的风格 然后就穿上它就能有我自己本身身上的风格在 还是包吧 因为我是出门必须要带包的人 所以就是包包的选择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孔子早就和它似乎是很重要的 年轻一点 所以、「我必须要带一个人的身 dates 你 assim吗 我万人都跳起来 你这一轮痲吗 我来说吴 你这一轮痲吗 我来说